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用的是新入的这种非常有分量的北顶28厘米白法朗铸铁锅做这道菜 它比较浅 口比较广 非常适合做这种闷居类的菜品 那我们今天看怎么做 所以绝绝类菜品它有一个非常适用的万能工室啊 锅底加上你要工制的主料以及腌制这些主食材的酱料 做所有绝绝包的底料都是固定的 也就是小洋葱 也叫干葱 姜和蒜 今天做绝绝鱼包用的是石斑鱼大概是六七十块钱八百克 把比较容易扎嘴的一些骨头的尖尖给剪掉 切成适口的大小就行了 这一步其实在家比较难操作 我们最好请摊煮帮我们完成 就是为了防止刚才切鱼过程有碎渣渣 所以我们要把这鱼洗一下啊 给干这个之后擦干 再调味就比较容易入味了 制作绝绝包的时候 所有的主料都要用这三种粉料先抓匀 接下来是对于绝绝包来讲 比较灵魂的酱料 我今天用的是辣椒酱 蒲宁豆瓣还有蚝油 我们可以选择手边比较常见的两三种酱料 其实这种酱料在市面上非常的常见 有黑胡椒酱 橘橘酱 还有什么包仔饭酱 你可以跟自己的口味 任选鸡羊主符合一个 均匀的包裹上酱料 好好让它咽十分钟就好了 万事具备 我就开始准备冻火了 现在我要放一个神器啊 也是北顶的 他家的导热板 把导热板放在明火上 再把锅放在导热板上 这样的整个加热过程 就会非常的均匀 而且还防止漂亮的锅底 会被长时间的使用而变色 橘橘包呢 是在广东地区 点击率特别高的一道菜 它的原理呢 就是把这个锅子烧的极热 用居的方式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因为没有水 也没有那么多的油 这个食材 加热的过程中 会发出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 在广东话里面呢 滋滋的声音就念绝绝 把嘴绝起来 就是当你打开锅盖 大概一二十厘米 都能感到它的热气的时候 这时候呢加一些底油 一定注意少少的油就行 那因为今天使用的 北顶的白法朗锅呢 这个法朗 它的密度非常的高 完全不吸油 所以我们主要是 边箱这个底料就可以了 均匀地放上 腌制好的鱼块 要注意鱼块之间 不能有重叠 特别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下面的这个底料呢 要多 它相当于架起来了 一个空间 带上锅盖 这时候需要计时六分间 那做这道菜的时候呢 不需要额外加一滴水 全靠的是铸铁锅 它本身这个盖子的厚重感 和密封性 这个原理呢 有点像高压锅 先以高温呢 逼出食物自己的水分 在水蒸汽升腾的过程中呢 它遇到锅盖 就会通过这个锅盖内侧的 凝水点均匀地落下 这等于是利用食材的原汁呢 快速地拘熟了食材本身 非常非常的香了 你就可以拿一个签子 能比较顺畅地穿过去 就证明它熟透了 传统的做法呢 在开锅盖之前 还要喷上一层这个玫瑰露酒 一个是为了增香 另外一个呢 是为了把这个锅盖 密封 然后它最后再加热焖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 北顶的铸铁锅 已经密封性非常好了 所以我们就来一点 一瓶盖吧 这是高度白酒 够烈 56度 非常来点 然后呢 就是我们绝绝包的 提香的青菜啊 最好有香芹啊 短杆香芹 再加上锅盖 焖30秒钟 所以绝绝包的烹制呢 对锅本身的保温性要求非常高 那铸铁锅的材质 更容易储存热量 散热也慢 锅里的食物呢 能够非常均勻地受热 关火之后呢 铁铁锅的余温 还能让食材持续加热一阵子 很Q耶 比蒸出来的要Q 味料已经都包裹在外面 然后里面有微微的肾气水 一层很鲜 大家一定要试一试 非常的简单 现在看到锅里面有多余的水分 而且不要担心 白法朗锅它不仅是不用开锅 而且当有这种锅扒的时候 拿水泡一泡 稍微一刷就能很干净了 锅就非常的好清理 这一点也是跟黑法朗有着天壤之别 这蛮好吃 有没有觉得这道菜 唯一的难度就是多余 这余比较难处理 所以一定要试一试 立刻了你叫作业 除了我今天使用的 28厘米焖焖法朗锅 它家还有22厘米的焖炖锅 更高都超级美丽 另外一个在选购法朗锅铁锅的时候呢 我们简单要选择一些大品牌的 一个是出于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的安全性考虑 另外一个 这些大品牌才能有这个实力去开模 做锅身上的这个logo 这不是每个品牌都有能力去做的 那马上就到2021年了 因为我们都拥有自己非常心仪的帅锅 然后用它给自己和家人做出爱的味道 喜欢立刻记得关注 拜拜